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內容叫做常見的有機化物 我們要介紹很多不同種類的有機化物 然後你們把一些所有該背的事情通通把它背下來 第一個我們要說明的是 有機化物組成的元素很少 可是因為碳的連接方式 所以它可以組成的種類非常的多 這個原因出在基本上碳有四隻種 基本上碳有四隻種 碳有四隻種 可以跟別人接在一起 然後呢 它可以 它可以一個碳 一個東西嘛 兩個碳呢 又一個東西嘛 三個碳呢 又是一個東西嘛 然後也可以 碳呢你可以把它排一排 這是一種東西嘛 你也可以有所謂的分支 又是一種東西嘛 你可以把它接成環狀 又是一種東西嘛 然後還有呢 還有還有呢 你的碳呢 全部都接青 是一種東西嘛 有的不接青去接綠 又是一種東西嘛 又不一樣 還有一個古農完全不會提到的 就是碳你可以這樣子接 那它有所謂的雙劍 還有所謂有三劍的 又不一樣嘛 所以 所以因此 雖然我們構成有機化合物的元素的種類 不多 可是它可以構成的 數目非常的多 非常多 能夠不一樣 它幾乎可以無限制的接上去拉長 然後無限制的有分支 無限制的變成一個環 什麼字的變化很多 所以雖然構成的元素不多 可是形成的種類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也因此 有一個問題 我們前面教過 寵物質是有一定的組成 我說什麼叫一定的組成 就組成的原子有一定的種類 一定的樹木 一定的排列方式 如果我們構成的種類不一樣 你是氫跟氧結合 我是鈉跟氯結合 我們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接著樹木不一樣 你是一氧化碳 我是二氧化碳 我們的樹木不一樣 我們也是不一樣的東西 排列方式不同 我們也是不一樣的東西 國中只舉了這個例子 甲米跟乙醇 甲米跟乙醇 在那圖照片上的圖 都是一個紅的 加三個白的 加上兩個黑的 黑的是碳 白的是青 紅色的是氧 所以都是兩個碳 六個青加一個氧 所以你寫成分子式 都是寫C2H6O 可上這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叫做甲米 一個叫做乙醇 要乙醇 所以是排列方式不同 所以我們構成的原子的種類一樣 樹木一樣 但是排列方式不一樣 我們仍然是不同的存物質 不一樣的東東 而這種 我們的分子式寫的是一樣 C2H6O 可是我們排列方式不一樣 我們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是不同的種類 不同的性質 這種東西我們叫做同分易購物 同分 同分子式 易購 這個東西學問很複雜 高中會學大堆莫名其妙 西瓜外的東西 高中在說 我們國中只舉這樣一個例子 就是 甲米跟乙醇 所以你要記住 甲米跟乙醇 哪裡不一樣 排列方式不一樣 另外有一件事 請你回去回顧一下 我們學過幾個名詞 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名詞 我們學過銅數易購體 銅數易性體 銅數易形體 比如說石墨跟鑽石 那個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 我們又學過銅位素 請問你 銅位素有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又學了一個叫做 銅分易購物 銅分易購物又是什麼意思 請你把這三個名詞的意思搞清楚 我們現在叫做銅分易購物 銅分只是 但是排列方式不同 叫做銅分易購物 甲米跟乙醇 所以顯然 甲米跟乙醇 你不能夠寫C2H6O啊 你這樣寫 沒有人知道你在寫什麼啊 沒有人想到我們怎麼辦 對於有機化物而言 對於有機化物而言 這種東西有一大堆 有一大堆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寫所謂的四性式 四性式就是 把所謂的官能機表達出來 所謂的官能機就是 這種元素的特徵 把它特徵表達出來 然後呢 讓你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 我們的乙醇 就寫成C2H5OH 為什麼 因為它是醇類 醇類的特徵就是有OH 這它的特徵 你看到OH就是它什麼東西 醇類 醇類 然後呢 假米呢 就寫成CH3OCH3 為什麼 因為它的特徵就是O在中間挑扁蛋 仰在中間挑扁蛋 仰在中間挑扁蛋 仰在中間 兩邊拿東西 就是 米樂的特徵 所以你看到我寫這樣 你就知道我寫的叫做假米 這種叫做四性式 把我的 把我的特徵表達出來的性質 叫做所謂的四性式 好所以呢 你的乙醇這樣子寫 講明這樣子寫 國中基本上不教米類 這裡看過就算了 但是我們國中會教唇類 所以就表示 你就要記住 未來會再教 你就要記住 如果我看到OH它是什麼類 它就是唇類 它就是唇類 就要記住